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 也给你千言万语都数不尽的目光 这世界总有人在茫茫目录寻宝藏 却无了送失教养也错过人间幻想 不将离场脚伤人入海车城行 你笑得像光芒 某人把我照亮 你笑得像光芒 某人把我照亮 风轻阳下围扬 领姻孤单却想 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 就承认一笑 清晨一剑 怎能忘 说什么轻声似海我却不敢当 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 我心只所想 想和你游泽风上晴雨的风光 想和你扑制笔写余生的篇章 笑与泪都分享关情节多跌宕 我们不散场 你去打扫厨房 不打草干净别出来了 谢谢那果汁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快去洗干净 我请你吃饭 快点啊 我来 怕你在感冒 怕我会感冒 对了 你员工不是连续休假两周吗 你强制放了他们的假 为什么员工不休假呢 他今天要接待音乐公司总先 谈背景音乐的事情 是新欠你的呆末要用的吗 雨停了 可以走了 你笑什么 没什么 就是觉得你一来 这里的天气都变好了 这 这是在街上 被人看到怎么办 对了 你给的暗号 微微一笑 出现得刚刚好 擦肩而过你的发烧 像是春风吹绿青草 浪漫在发酵 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 带你当天涯海角 听你的心跳 你怎么不问我 为什么突然过来啊 需要问吗 别那么自恋好不好 快问 好 微微 你怎么突然过来 我过来实习的 我家那边 找不到合适我的职位 你们公司收实习生吧 我们公司用人标准很高的 我去当实习生而已 又不要你发工资 免费的 更需要慎重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贿赂我 晚上我请你吃饭 不好意思 除了夫人的美色 我不接受其他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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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多么重要 我多么重要 喝酒 小总 导演 为了一个实习生的位置就色幼 是不是有点逻辑不通啊 威威 你管他逻辑通不通呢 原著就是这么写的 我们这个本子一定会火 十分钟之内上众头戏 赵子言 狼门冲来 灯光 第一集 第三场 色幼霸道总裁 威威 等一会儿你一进来 就靠在门摆姿势 好吗 好 低级来 过去来 快点 走过去 一级参赏 一定二次 对 小总 听说你们公司 在招聘实习生的位置 你看我 合适吗 那我得试试才知道 我得试试 咱们 闻得好 换个角度 再来一次 我怎么能做这么羞耻的梦呢 赶快忘记 赶快忘记吧 上班出什么呢 配合来的时候 这老娘选了几件新衣服 来 薇薇 您已经到地都了吧 是啊 昨天晚上到的 这么突然跑去地都实习 是不是家人有约 静问的那呀 没错 所以你千万别过来当点灯跑 你怎么可以这样 有异性没人性 和你开玩笑呢 我也跟你开玩笑的 薇薇 你这么贤惠的人 肯定已经把小林的家打扫干净了吧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啊 是啊 不过怎么办 我忘记打扫你房间了 不会吧 薇薇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善良 和你开玩笑的 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赶快来吧 不错不错 那我决定提前点回去 给你勾勾安人事件 顺便拾个席子 你到了告诉我 我去车站接你 那我过来 上班去了 怎么看起来像晴雨装啊 好巧啊 我要不要上去换件衣服 别人会以为 我们是故意的 没关系 让他们以为吧 走吧 我去了以后做什么呀 你喜欢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 不要没事干就行 手游最近在做测试 你去做几天 等熟悉了整个公司 我再安排别的事情 余工正好在这两个部门 都有工作 你跟着他 是的 贝斯 你先进去吧 等会儿 我自己找余工就行 为什么 我害羞吗 我算是明白了 明白什么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老大 老大 这不会就是咱们公司的新员工吧 是实习生 老大 难道这是大神在公司的称呼 老大 难道你们 怎么办 你们公司的画风就是这样 是程序部的 你以后尽量远离他们 阿双以前有抗议症 在夫人面前 免疫啊 这么浮夸的演技 肯定是表演部的 老大带着为了老板娘来公司上班了 真的假的呀 真的假的呀 老板已经私定中生了呀 我还准备把我妹妹嫁给她呢 你可以把你妹妹介绍给我啊 哥哥我可是单身哦 不要去不要去啊 我不能把我妹妹嫁给好人家 也不能把她往火坑里推啊 是不是啊 九十年见过那么摔的火坑吗 爸来老大来了 已经到门口了 薇薇 刚从家回来 就来报到啊 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啊 你带着我有属于一下整个公司 我有个电话会议 你跟着她 完成新手村任务 好 老三 那合着我是新手村的村长啊 村长 交给你了 薇薇师妹 跟着本村长 本村长带你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 咱们公司啊主要是以开发为主 所以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分为五个部门 程序 策划 测试 美术与行政 这个 是我们的美术部 他们的人最多也最狡猾 现在在抓NPC的原型 连我这种长相都不放过了 你是说 用你做NPC的原型 那很好玩啊 那 这个NPC的原型是望春楼的老板 而且名字叫做如画 好 他们最近呢 在做望春楼的NPC原型 所以说 我一定会远离他们的 这个是策划部 主策划是你的老公 还有剧情策划与书剧策划 其他人是师兄弟 对 对 嗯 怎么了 没什么 哇 不是吧你 我不就叫了一声老公吗 不就是老公 师兄我是在想 以后要不要告诉师嫂 你想嫁妇婆 你这样就不可爱了 我刚刚怎么听见 有人管大神叫老大呀 对啊 还有叫肖哥的 黑社会啊 其实我们搞网络的吧 跟黑社会也差不了太多 每天都是起早贪黑 再说了 你看 我们大家都是年轻人 对吧 你说管老三叫总经理 肖总 什么的多俗啊 对了 程序部我得好好给你介绍一下 因为这是我们公司 最牛的部门 A组号称三大神手 大神 你老公不算 除了他以外 A组还有三个人 看见那个了吗 寸头的那个 这个不是好梅师兄的朋友 烧菜很好吃的厨师吗 是的 但他还有一层身份 著名的黑客K.O.知道吗 当然知道 国内数一数二的顶尖黑客 难道 就是他 你骗人的吧 骗人我是这个 人呢是老三招进来的 据说啊他们两个是PK了几场 反正他现在是我们公司的了 不过我知道他是K.O.的人不多 我是难道家里人才告诉你的 你给我保密啊 其实你跟很多人都说过吧 不可能 我是很保守秘密的 不过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呢 薪金呢也是老三招给他发的 蔡 我肯肯定 他不说他真名的原因 只是因为 名字太错了 我再给你介绍另一个高手 他 以后见到他一定要绕道而行 千万能不能跟他也见我 为什么 韦妹师妹啊 没看到吗 我们全公司就像一个和尚庙 就是被他所赐 这 这大哥呢 看见女的就写不出来程序 这么严重啊 不过你不要以为他是什么正能君子 以我看啊 他就是太好色了 然后呢 自知能力有差 见着女的就走不动道 所以说 眼不见没见 我怎么感觉 好像在一个江湖中 这些人 就是江湖上各有怪癖的高手 不是说有三大神手吗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啊 就是那个小白脸 美人师兄啊 感觉 好像画风不大对啊 是吧 是不是突然之间就幻灭了 倒还好 其实美人师兄的气质 还是不错的 也是 有的时候吧 没有丝毫的气质也是一种气质 对 薇薇 在公司呢 以后也可以叫我于公师兄 但是啊 不要叫他摸扎他 那叫他什么 江湖人称 梅格 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突然想表演 胸口碎大石 来师妹 喝个饮料压压镜 还有就是我们的行政部了 行政部其实没有什么好介绍 你要记住一点 一定要对他们好 因为他们是决定你 三婚一醋有饮料 还是三醋已婚没有饮料 没啥 工作结束完了 现在得想想 第一份任务 给你安排什么呢 有了 最近手游测试 阿爽负责跟进 你就跟着阿爽吧 阿爽 阿爽 新人交给你了 好好相处 贝贝 相信你 快装装 快装装 等等 等等你别走 等等你别走啊 你好 我叫贝薇薇 我能叫你阿爽师兄吗 我 我 我知道 你你别靠过来 你也别叫我什么 反正我不带你 好的 好的 但是 渔公让我跟着你做事情 那你去跟老大说 我不带你 他现在在忙 你别紧张 你别紧张 要不我先过去 如果你有事情 再叫我 只要派一个女人过来 女人会搞什么呀 女人搞IT越搞越乱 你都没叫我做过事情 怎么知道我只会添乱 就是 就是 你还没给人家安排事 你怎么找人家只会添乱呀 你别以为KO找着你 我就不敢揍你 来呀来呀来呀 KO就是帮我怎么了 是不是可以啊 嗯 那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手机测试报告 第 第二十页 手机测试不是配问题 有几款手机不适配 你你你把他们都找 找出来 进一步分析 做成报告 那找到这些手机 有经费吗 最多六百块 超过不报销 还有 你你最好明天中午之前给我 自己随便找一个隔壁的空位子 坐下当工作桌 好 好的 还有 做 做不好别来找我了啊 最好别来公司了 我会尽力的 加油 加油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这些手机怎么都没听说过呀 这些手机 这些手机 这么冷门的机器 真的有必要做测试吗 试试这个 xflex 好绕口啊 一千二 买肯定不现实 借的话现在又没开学 同学们都不在 难度也很大 该怎么解决呢 算了 我先把报告看一遍 了解一下手机测试再说 老三 电话会议结束了 先说好啊 这回我来可不是说这话话的啊 半山 不知道她今天是脑子抽筋 还是吃错药了 竟然把三嫂安排到阿爽手下 阿爽什么样谁不知道啊 这三嫂落到阿爽的手里 让你做的优化你完成了吗 咱能先把工作放一放吗 我这一腔热血的啊 担心这儿三嫂的安危 来跟你汇报 你看 对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最新的消息吧 咱们的手游 不是有几款手机不适配吗 阿爽竟然让三嫂 把所有不适配的机器 全部找出来 做进一步的测试 这有必要吗 按我来说 这就是在浪费人力和物力 要我看啊 阿爽就是在故意地刁难三嫂 就这样 没什么事情 就回去工作吧 虎毒还物食子呢 你真忍心 看三嫂被人欺负啊 就当是新手村任务 我自己带她 这会更难 你赢了 你赢了 还真是无毒不丈夫啊 你赢了 你赢了 还真是无毒不丈夫啊 我中午约来人 你和鱼公他们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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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跟新手村村长吃饭 去吧 你去吧 不认为您啊 你怎么这呀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居然把三嫂分配给阿爽 当初三嫂出现在公司的时候 阿爽就已经很不爽了 你居然还让她在啊 三嫂 合适吗 我这叫以毒攻毒 看看咱们公司一个一个的 全是寂寞男青年 唯一一个女同志 薇薇同志 还已经名花有主了 我要不采取点措施 我们这些单身忙忙怎么办 看来我们三嫂这么的强患 一定能把阿爽给治好了 到时候啊 我们就能 找妹子了 好像说的有了妹子就是要你了一样 增加个率怎么懂 三嫂 阿爽上不跟你家买什么肉了 找手机 找什么肉点 你还好意思说 阿爽让三嫂在明天中午之前 完成手机不适配的问题报告 你说有必要那么着急吗 再说了 那些不别的手机啊 估计早就不见了 对啊 这不明显在这儿刁难人的吗 三嫂别着急 我帮你打她 不不不 我让肖奈管她 不用不用 这点小事就别麻烦肖奈了 而且我觉得 阿爽有点瞧不起学IT的女生 如果我去求肖奈 她岂不是更有理了 还有这事呢 有有有有有 我都听到了 她说呀 女人搞IT只乎一格一论 不过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能让阿爽 对学IT的女生有改观 什么办法 保密 好 好 就今天你吃最多 我跟你说 就你吃最多 你吃过了 老三 你怎么才走啊 远离一点 我看到你自行车在那边 车钥匙借用一下 这是办公室的钥匙 自行车的钥匙 在办公室的抽屉里 自己去拿 办公室钥匙 我已经走了 自己处理一下清点 嗯 白白 我一定得说说她 这个老三 怎么能随便把办公室钥匙 给别人呢 万一三小时和内奸 把代码偷走了怎么办 如此形式成何体统 大哥大哥大哥 你以为有了钥匙 就能偷代码了是吗 老三多精明啊 一个代码一百二十八位 非对称组合牌里的密码 也就是说 你不仅解不开 说不准还会击毁人亡 那么三嫂加钥匙 也就是没有用地 原则呗 可什么 我要是内奸啊 就先把你们两个按金卖掉 今天这么早就下班啊 大家都走了啊 聚餐去了 聚餐去了 那你是在等我吗 我也是回来的晚 没敢上 那我们晚上吃什么 我叫了外卖 夫人去曾和我一起吃吧 阿爽给你复制了什么任务 手游测试板有几个机型不匹配 阿爽让我明天中午之前出一份分析报告 明天中午 解决了 算是初步解决了 找全了那些手机 只要安装游戏测试 就可以完成报告了 我给公司 省下一大笔钱呢 买全手机 还省了差不多五百块 夫人这是在邀功 对 就是在求表扬 没什么好表扬的 省下的钱一部分都是你的 按照我的股份计算 大概二百五属于你 你才二百五呢 你还值得 来而不枉非离异 对了 我还要谢谢你呢 谢我什么 谢谢你把我交给阿爽 其实 我很怕一开始你就带着我 那多尴尬呀 总之 现在这样很好 我很期待阿爽 接下來會給我什麼新工作 夫人想多了 把你交給餘工只是省事而已 你又騙我 排骨你不要吃了 都給我了 GESO第二代型號手機 遊戲過程中出現閃屏問題 可能存在顯卡問題 XFLEX頻繁出現 閃退問題 好 沒有人能感覺到你最甜美的香 我再不用把別人尋找 因為我已經找到 我已經找到 我們的人反抗 好不許別人打擾 搭配愛情的美妙 只有我們知道 靜靜圍繞你每份美妙 你對我多麼重要 操結而過你的發燒 像是春風吹綠青草 浪漫在發酵 只願為你趕走所有煩惱 帶你到天涯海角 聽你的心跳 想給你一個擁抱 讓全世界知道 聽著你我才知道 你對我多重要 沒有人能感覺到 你最甜美的香 我再不用把別人尋找 因為我已經找到 我們的緣分很好 不許別人打擾 搭配愛情的美妙 只有我們知道 靜靜圍繞你每份美妙 你對我多麼重要 遇著你我才知道 你對我多重要 聽到有人能感覺到 你最甜美的香 我再圍繞你每份美妙 你對我多麼重要 你對我多麼重要 でき感謝讓你 阿爽師兄 這是進一步的測試報告 裡面 詳細記錄了每一款機型 會出現的具體問題 還有頻率 還有一些不成熟的建議 盡購參考 那這是 這是什麼 这是所有不适配的手机 不过我没有超过预算 反而只用了一百五十块 我找了一些二手电 和手机维修债 以每台每天十五元的价格 问他们租了这些手机 不过 今天只要按时还回去 就可以了 阿爽师兄 按照你的时间和预算要求 我已经完成了报告 如果你对我目前的工作 还算满意的话 有其他工作 你欢迎交给我 我 你先走 我看看报告 我看你 我是一个工作 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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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不和你吃饭了 我要去接二席 早去早会 下午不许迟到 不愧是大神的家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找我什么事 好 一会儿见 没了 二喜 妹妹 我来我来 怎么样啊 还是挺沉的 我想死你了 词曲 李宗盛 而过你的发烧 像是春风吹绿青草 浪漫在发酵 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 带你当天涯海角 听你的心跳 想给你一个拥抱 让全世界知道 遇见你我才知道 你对我多重要 没有人能感觉到 你最甜美的笑 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 因为我已经找到 我们的缘分看好 不许别人打扰 搭配爱情的美妙 只有我们知道 静静围绕你每分每秒 你对我多么重要 擦肩而过你的发烧 像是春风吹绿青草 浪漫在发酵 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 带你到天涯海角 听你的心跳 想给你一个拥抱 让全世界知道 遇见你我才知道 你对我多重要 没有人能感觉到 你最甜美的笑 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 因为我已经找到 我们的缘分看好 不许别人打扰 搭配爱情的美妙 只有我们知道 静静围绕你每分每秒 你对我多么重要 你对我多么重要 你对我多么重要